車輛車輛 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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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是我作為一個完全沒有任何拆車技術和經驗的純小板 是怎麼拆掉一輛車的 期間又踩了多少坑 其次 拆車過程中 對於其中幾塊印象比較深的零部件 比如電池以及它的管理系統 車架結構和控制系統 分享一點觀感和解讀 最後解釋一下 我為什麼要選擇輕手拆一輛特斯拉Model 3 對了 我們還梳理了2020年最新的特斯拉Model 3整車零件供應鏈信息 這個信息我們把它做成了兩張圖 一張是最新的零部件供應上信息 另一張是配套的供應鏈分佈地圖 拆手機我熟 拆車真是華姑娘上大交 頭一糟 無頭緒 無經驗 無技術 真三無產品 那就先看看別人怎麼拆的 不是說你想學的B站都有嘛 所以我立即著手認真地觀看了幾十個跟Model 3 拆解相關的視頻 結果很遺憾的發現 不論國內國外 竟然沒有一個視頻 是完整有序的拆解一輛Model 3 不過沒關係 咱上邊有人 然後我又通過朋友關係 找了幾位線下汽車店的師傅 虛心求教 結果 瞧了 他們都沒拆過特斯了 不論哪款車型 但是收穫還是有的 他們分享給我很多很務實的拆車經驗 電池的拆解部分 他們建議我最好還是找有經驗的師傅來操作 我一聽 恐嚇的很有道理 留得樓斌在 不愁沒車拆嘛 我本來大體的拆車計劃 是從上拆到下 先拆車身車架 最後拆底盤的動力能源系統 既然老師傅這麼說 那我們就先取出電池 大家都知道 Model 3 的電池 大致就位於車的底部中間位置 所以拆電池 就一定要上汽修廠常見的大型鋸 升降機 但在上行鋸之前 我們要先給Model 3 徹底斷電 就是把車輛的弱電和強電的連接接口 全部拔掉 Model 3 的接口放在後座的下方 拉起後座這一塊厚厚的泡棉 就能看到 大家看 這接口對應的部分 就是電池的電源管理系統和DCDC 雖然說 事先知道正常拉拔操作 安全性上是不會有問題的 但是想想吧 座椅下方 就是電流電壓的匯入口 手不禁還是有點抖的 接口被安全拉開 終於斷了電 第一步算是順利完工了 開心之餘 我們突然發現 因為斷了電 電瓶溃電 又導致車窗降不下來了 然後車門也打不開 這要是卸完電池了 車身和內室還怎麼往下拆 前門還好 因為有手動開門的機械結構 只要連上電 先把車窗降下來就好 但是後車門 它只能電控開門 沒有機械開門的結構 這個時候 我靈機一動 把車門對應的鎖扣給拆了 這車門不就關不上了吧 機智啊 到底是拆了多年手機的人 多少還是有點拆解智慧 就在我們開心的拆鎖扣之際 現場我們請來的技術師傅 上完廁所回來了 看了我們一眼說 你們拆那鎖扣幹嘛 打開車前蓋 在弱電瓶上接一個外置供電 不就能開關車門了嗎 第一步斷電結束後 第二步我們就開始卸電池 這個升降機 汽修場地是我們額外找的 不是我們的原拆車場地 看著Model 3 被升降機緩緩的頂起 我懸空的心 也慢慢的踏實放下 還沒著地 我們驚奇的發現 因為這個升降機 是需要靠頂住汽車底盤來升降的 但是Model 3 的底盤和電池 又是固定在一起的 這就導致電池也跟著被頂住 下不來了 我再次開動拆機人的智慧 當時場地旁邊剛好有12個輪胎 我們就先用升降機把車升起來 然後在 Model 3 的四個車輪下面 每一個 墊上三個輪胎 接著 在中間放一個電動升降的平板車 用來待會頂住這個電池 再把車慢慢降下來 直到輪胎能穩穩地頂住整個車身 分離升降結構 這個時候 電池就能夠通過平板車安全地拆出來 把電池包從車身分離出來 只是拆電池的第一步 接下來 我們要把這個電池包繼續拆開 這個環節很意外地 花了我們將近10個小時 其實打開電池包上面的蓋子倒不難 幾顆螺絲的事兒 但是這黑色的金屬外殼 就比較麻煩 除了通過一大堆螺絲固定外 這四周還有一圈強力的粘膠固定 我們不敢切割也不敢加熱 只能用一字螺絲刀配合錘子 真的錘子 一點點小心的早開 光拆這個蓋板就花了兩個小時 這還沒完 更讓我鬱悶的是 內部電池組的固定螺絲 居然是防盜螺絲 我手頭的螺絲套筒型號完全對不上 根據以往拆機把螺絲搞花了的經驗 這種情況得上鉗子 果然 用尖嘴鉗直接卡住螺帽的兩個缺口 用力一轉 它就鬆了 只要思想不滑坡 辦法總比困難多 但是 中國還有一句古話 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新的困難又來了 由於我的拆車方案是先拆電池 所以拔了一部分接口了 這導致之後的主副架座椅拆卸 變得很尷尬了 因為拆座椅 其實就是把底座下 滑軌前後的固定螺絲拆掉就好 所以只要移動座椅 就能卸下前後的四顆螺絲 但問題是 現在座椅沒電 動不了了呀 算了 先把能卸的螺絲都卸了再說 這座椅的 用手還是推不動 被座椅擋住的那兩顆螺絲 暫時我們就只能放一放 後來是我們無意中拆到座椅的電控馬達 發現馬達兩邊各有一根發條 你用手就可以旋轉 一轉這個座椅就能動了 但是要兩根發條一起轉 並且旋轉的力度和速度 得大概保持一致 這個座椅才能前後挪動 聽著蠻簡單的 實際的操作是 每旋轉一圈 座椅 只能挪動兩毫米 整整轉了半個多小時 我的手都擰成帕金森了 最後一個讓我印象深刻的 是拆車過程中還玩了一把改裝了 具體情況是這樣的 拆完電池後 我們要準備分離電機 因為我們這台Model 3 是單電機後驅板 只有一個電機 但是我們發現電機和後懸掛結構固定在一起 所以我們拆電機要先從後輪下手 這次擰螺絲的可不是什麼扳手或者螺絲刀 而是一個汽修行業很常見的 叫風炮的設備 非常高效 整個拆接過程參考了之前拆電池的方法 之前用來墊底的輪胎再次糾纏 分三組分別頂住兩端和中間 接著把懸掛結構和車身連接的螺絲全部擰下 然後再用一種叫槓桿機的設備 把電機和懸掛組件掉出來 最後把電機從懸掛裡拆出來挪走 好了 重點來了 因為我們還要把車拉回原拆車場地 所以這後輪你還得裝回去 結果我們尷尬的發現 這個減震彈簧壓不回去了 最後 就乾脆順手 玩了一把低趴改裝 看帥不帥 好了 拆車過程中的坑點 就講到這裡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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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